博克论法国革命原文讲解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博克的第一封信写于1789年的10月 当时法国国民会议已经制定的人权宣言 关于这本书的陈书背景可以参见前面的影片 这封信的一开始博克表示自己肯定理性自由等等精神 他也是英国宪法传统的支持者 但是他对于法国革命是不是真的在实践这样子的理想表示疑虑 接着博克是在批评英国国内有一些社团的做法并不恰当 简单说就是这样子的社团 他们用一些模糊的说辞或者是自我标榜 来祝贺法国国民会议成功 而法国国民会议也对于这样子的社团用极高的规格来接待 博克认为这两者都是不当的作为 有欺骗之嫌 那今天所要讲解的段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 因为从这边开始博克比较直接呈现自己的思想 也就是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涵 所以今天只讲解一段 那同样把它分成两张头影片 好 又有勇气 又有美感 不过说我呢自夸 这是有点表示谦虚的意思 我爱的是什么 我爱的自由是一种manly 人道的 moral 道德的 regulated 有秩序的 自由 意思是 如果是不人道 不道德 没有秩序 那不是真正的自由 在大家看来是如此 对很多人来讲 受到束缚就是不自由 对他们来说 放纵可能觉得比较自由 那所以自由到底是什么定义 如果用个性多元观点来讲的话 自由就是随便你定义啊 只要你自己觉得自由就好啦 所以自由多少最后 假如知名而行 这是法国大革命支持者自己讲的话 好 那博克说他热爱的自由 是有人道精神的 是道德的 是有秩序的 他说他认为 他热爱这件事情的程度 跟内阁社会的绅士们 热爱这件事情的程度是一样的 那个社会在这里就是指法国 法国的绅士 所以博克是在暗示 这个立场是普世的 不是某一国某个个人的立场 那这里说 be he who he will 这是加强 这也是很好的修词 他的意思是说 不管他是谁 be he who he will 他都会这样 所以他呈现了一个阴然的问题 那这边的gentleman 其实讲那个理想就是指君子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热爱这件事情 我热爱这个理想 跟那个社会的君子也是一样的 只要他是个君子 不管他是谁 他都应该会支持 肯定这件事情 好 那后半句呢 博克是在表示 他是一个知情合一的人 他说 我呢 坚持这个理想的证据 你要从哪里找 他说你从我整个公职生涯里面 就可以看到 意思是说 他坚持如此 他始终如一 而且他是一个知情合一的人 好 接下来 I think I envy liberty as little as they do to any other nation 这句话蛮难的 需要揣摩一下 他说 我认为 我对于自由的envy envy就是嫉妒或羡慕 在这里比较是嫉妒的意思 我对于自由的嫉妒呢 如同他们一样少 那这里的他们 应该就是指上面 这个 gentleman of the society 那后面接一个 to any other nation 所以伯克的意思是说 我对于其他国家获得自由 我没有嫉妒 我不是因为 看到法国人获得自由 自己心里面见不得别人好 所以才要加以批评 我不是这种人 那君子成人之美嘛 就是这个道理 讲到这边 他话锋一转 他前面意思是说 他是一个重视这样子理想的人 这是君子的精神 而他是知情合一 他成人之美 他不是嫉妒 但是 这句话真的很难 它具有哲学性 伯克说 我不愿意站出来 对于一件事情 表示肯定或反对 怎么样的事情呢 那就是 这种事情 明明是跟人类的行为相关 明明是跟人类关心的事情相关 但是在这边 却采取了一种很简单的观点 也就是把这件事情 与其他的关联性 全部都切断 只是单纯的 赤裸裸的 孤立的一种 形上的抽象思考 Nakedness 是在暗示这个东西 单薄 他应该穿衣服 却没有穿衣服 Solitude是指他孤立 因为他跟其他 本来应该有关联的东西 把他切断了 这个metaphysical 是哲学 形上学的意思 但是保守主义者 在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 通常是在指涉 无法与事实或真相相符的 形上学理论 抽象的一种概念 这并不是因为保守主义者 不相信真理 不相信形上学 不相信抽象 而是保守主义者 对于政治问题 用抽象概念来谈 非常的疑虑 因为保守主义者 都知道 人不理性 不过 伯克是公正的 因为伯克说 他不会站出来 对于这样子的东西 表示赞扬 或是批评 那个状况 大概就是说 假设我们看到 某一个国家 他独立了 他号称自由了 他变成共和了 伯克的意思是 这一些形式 还不足以让人 对这个新国家 表示肯定 或是批评 继续往下读 Circumstances which with some gentlemen pass for nothing give in reality to every political principle its distinguishing color and discriminating effect 伯克讲出一个词 Circumstances 这一般翻译是说 状况 这个状况 意思大概就指实况 落实的状况 现实的状况 他说 很多人都会认为 Circumstances 不重要 因为他们认为 政治理念最重要 那伯克说 Circumstances 可以在实际上 让所有的政治原则 理念 赋予这些政治原则 理念一种 Distinguishing color and discriminating effect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让 Political principle 政治原则 落实成为 Circumstances 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对于这个东西 加以判别 评断 到底这个东西 好不好 要有这个 Circumstances 这是现在 非常常见的 一个问题啊 当某人说 我支持自由 这是个好人 我支持民主 这是个好人 我不支持民主 这是个烂人 就是这样子判断的 但是你一旦 进入现实状况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很多人号称 支持民主 他是个烂人 很多人不支持民主 结果你却发现 这个人还蛮有知识 蛮有道德的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就是源于 你用空洞的政治理念 把人分类的结果 所以 The circumstances are what render every civil and political scheme beneficial or noxious to mankind 一个 这个civil 不是市政的意思啊 它其实就是 广义的政治 就是 政治计划 规划 对于人类来讲 到底是好的 还是有害的 你真的就要看 那个certain stances 才是你判断的 最重要的依据 接下来 abstractly speaking abstractly speaking government as well as liberty is good yet could I in common sense ten years ago have felicitated France on her enjoyment of a government for she then had a government without inquiry what the nature of that government was or how it was administered 博客开始 深论了 博客说 用抽象概念来说 一个政府 government 其实就有统治 或者是管理的意思 他说管理 统治 政府 就像自由一样 抽象概念上 有这个东西是好的啊 有管理是好的啊 但是 我用常识来说 我可不可以在十年前 去祝贺法国 说 你有一个政府耶 你好棒哦 而没有去探讨 到底这个政府的性质 是什么 到底这个政府 是怎么样运作的 它的行政状况 是什么 如果我不了解 这些事情 我可以去恭喜 他有一个政府吗 Can I now congratulate the same nation upon his freedom 如果前面那个 是不行的话 我现在难道 可以恭喜 同一个国家 获得自由吗 就是我现在难道 可以恭喜法国 获得自由吗 真的是 继续 Is it because liberty in the abstract may be classed among the blessings of mankind that I am seriously to felicitate a madman who has escaped from the protecting restraint and wholesome darkness of his self on his restoration to the enjoyment of light and liberty 他说 难道可以因为抽象概念上自由 可以被视为一种人类 所受到的祝福 blessings 难道可以因为抽象概念上自由很棒 那我就去恭喜一个 以前被关在黑暗牢房 受到别人钳制的一个疯子 他现在逃了出来 重获了光明跟自由 我能够恭喜那种疯子吗 说恭喜你获得了自由 am I to congratulate a highwayman and murderer who has broke prison upon the recovery of his natural rights 他说 难道 一个强盗 被杀人犯 越狱了 然后我要去恭喜他们 恭喜你重获了你的natural rights natural rights 经常被翻译成天赋人权 其实它只是natural 它是自然权 但是经常被美化成天赋人权 这就是要给他一种神圣性 但是如果反问 你相信天吗 你有宗教信仰吗 你既然没有宗教信仰 你讲什么天赋人权 这不过去自然权 而自然权有什么哲学性基础吗 不过这不是博客这里要讲的啦 我只是在说这个翻译的问题 博客在这里让我们反省一个 其实大家心里面都知道的事情 那就像是 自由未必是好的 那要看你怎么运用 那就像是现在社会上很喜欢把言论自由搬出来 认为前置言论自由都是不好的 但是大家心里面都明白 无限的言论自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例如说你做一个老师 是不是学生要发言就让他发言 学生如果说 老师你不让我发言 这就没有言论自由 他这样子整理 你看你这个课怎么上 那博客呢 对于这种状况的评论 有一种很高的艺术性 博客说 如果你这样子做 那就像是某一种剧情的重演 什么剧情呢 The criminals condemned to the galleys Gallee's就是一种船 那在古代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罪犯 就会被判处 在这种船上当奴隶 然后有一个那个电影 老电影叫冰汉 就是有 曾经有这样子的剧情 这种船叫做Gallee's 然后呢 出现了一个heroic deliverer 这个deliverer就是一个来拯救的人 出现来了一个英雄 把这一群 变成奴隶的罪犯 拯救走了 这个人呢 就是一种 形上学士的 Night of the Sorrowful Countess 这个Night of the Sorrowful Countess 是一个典故啦 Sorrowful Countess 要怎么翻译 就是面容沮丧的歧视 这个典故是那个 唐吉科德 这唐吉科德的形象就是 他好像有一种歧视理念嘛 大家就忽略现实 那这里再加一个metaphysics 那个意思就更为强烈了 英雄来了 英雄闲暇战役 拯救了牢房里的犯人 结果救出来都发现 这真的是一群罪犯 但是不管他 我既然是来拯救人的 我就要把他放出来 伯克在这里讲的是一个道理 不过确实有这样子的状况 你说到七月十四号是法国国庆日吗 七月十四号是什么 就是巴黎的市民 你喜欢他说他是歧义的人民 不喜欢他你说他是暴民 他们暴动攻陷了巴斯蒂尔 这个监狱 其实这个监狱同时就是一个城堡 它是一个古迹 十四世纪的古迹 这些人民攻进了这个巴斯蒂监狱 说要拯救在里面被暴政迫害的人 结果攻陷了以后发现 整个牢里面只关了七个人 而且这七个人没有一个是政治犯 也就是说他们是真正的罪犯 结果这些拯救者们做了什么事 以捕捉而不休 人们全部放出来 把典狱长给杀死 怎么样 事后为了美化这件事情呢 就把巴斯蒂监狱的钥匙送给了美国总统华盛顿 伯克举的这个例子就让我想到 欧阳修说 唐太宗 众求论 这个比喻不一定非常切合啦 不过我们就姑且这样子说 唐太宗让这些囚犯重获了自由 欧阳修就反问了 如果你唐太宗真的这么英明 为什么会有这些可恶的罪犯 大屁囚 如果这些囚犯真的是要悔改 他们就应该承认自己过去犯的错 确实是错而甘心受罚 那如果这些人是真正的坏人 你根本就不应该放他们嘛 所以欧阳修讲的好 这种事情呢 无见上下交相贼 已成此名也 所以人们应该怎么样 不利益以为高 不逆情以干预 这番话真的可以跟伯克所讲的 相互辉应 所以今天讲的可以给我们一种 什么样的反省 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形式上 跟你有相同政治理念 政治口号 政治原则 政治立场的人的时候 不要因为他形式上跟你一样 你就前提上好像要拥护他 肯定他 可不可以等一等 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知识 有道德 甚至有梅干 或者不要讲到那么高的标准的话 就是说 你看看他做的事 他曾经做的事 是不是真的在实践 落实那个理想 还是他其实不理会实质的道德 对错问题 而只是形式上的要推展那个口号 来吸引支持者呢 就讲到这边 拜拜 拜拜